歡迎收看《時事旦旦》 今天是一年365天的曼蘭節 香港人最喜歡慶祝的 聖誕節新年都喜歡慶祝 究竟慶祝背後我們會引發什麼商機呢? 買票呀 年輕人 買票呀 救命呀 大家以為曼蘭節只有兩三天呢? 曼蘭成會就是兩三天 整個曼蘭節有排你玩呀 又是根據亞太區有一天成為 亞太區的研究報告指出 很多人誤會曼蘭節的鬼門開時段 只是整個農曆七月 其實整個曼蘭節是由農曆七月初一 到新曆十月三十一號 所以去到十月 你們依然會見到很多鬼的 Sharna 想問問你 這次黃金周你們成交花了多少錢呀? 哇 相當滿意呀 想問問你們家裡有多少人來了呀? Hello 小朋友 你好嗎? 嗯 嗯 嗯 你知道比較喜歡Gisney在新枝小島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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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人吃東西給你你就好了 你有什麼感覺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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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榮騰我們請了我們的基金經理 天才人家信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好了 嗯 近期七一四黃金周和這個自由滑的政策放寬了之後呢 那麼就為這個羊間的零售點呢 應該會帶來一個明朗一點的經濟 那麼呢 你對於這個看法呢 怎樣認同這一件事呢? 一是他們就可能想將貨幣大幅貶值 如果假設我們在這個方向想的時候 如果明解貨幣大幅貶值的時候 那可想而知道 他們的貨幣在我們羊間的購買力呢 必然會大幅下降 那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它路走極端 去走另一方向 是想著推高通脹的時候 那這樣就大件事了 那因為那個銘通貨幣5億元的購買力 接下來可能買不到5億元的東西 那就會激發了這個零售業的大幅膨脹 那根據這個歷史學家科斯特蘭尼說過其中一個說話 那如果當我們預期的貨幣或者我們的購買力漸不漸不漸 那我們就會瘋狂在市場上瘋狂搶購 所以其實這個是兩個方向來的 所以大家都要想定一邊 如果它是推高通脹的話 相信羊間的利售業會非常發揮 大家可以看到 一天都是氣 一地都是氣 零售業的覆蓋面 已經去到門門不入的地方 究竟我們怎樣才可以分辨到 誰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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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敢在家 沒事 現在外出街都走不下 在這裏 看到那些都不知道 是人還是怎樣 在這段期間 有很多人幻想突發性陰陽眼 他們會無緣無故看到一些平常見不到的東西 而那些東西會很惹人注意的 大春是萬蘭節的受惠者 因為鬼門關一開 他見識多了 東西都看多了 自從我擺了這副陰陽眼鏡 鬼也看不到 人也看不到 現在自信都回來了 哎 現在 要不要走樓梯 直接跳樓梯也不怕 你看他 因為有陰陽眼 樓梯也走幾步 問你死了沒有 sorry 不是死了沒有 是 相信大家都知道 中醫央是一名中醫 對於大春的陰陽眼 他又有特別的看法 請問陰陽眼這件事 拔罐可以嗎 拔罐呢 就應該要拔眼珠出來 可能會好些 否則比較難斷尾 沒有眼屎 沒有眼屎 乾淨 對 中醫這個推介非常之好 所以這個療程大概要逢多少 有沒有藥劑 或者要多久才要吃一次 可能有些什麼療程 通常一個時辰就吃一次 如果要開中藥的話 一個時辰就兩個小時 對 對 一天吃12次而已 不是很多 好密的 不是 那你喝水兩百杯 對 那你當每個小時喝半杯水 那就差不多了 我們又專程 特意地請了假老闆 在這個動蕩不安的 714黃金周裡面 他又教大家賺大錢 不要煩我 7月我真的忙過鬼 月頭我們要搞 元寶蠟燭香 月中正日 我們就要買陰陽眼鏡 這副剛才我肥仔買了 很受歡迎的 在到月尾 我們更忙 我們要搞這個 蛇齋餅種 這隻餅 我們就到處派了 吃完 是人是鬼都分不出 一路忙到十月尾 我們就要印飛了 哈老衛 你有沒有聽過 哈老衛 都沒有聽過 不要煩我 我真的很忙 香港真的遍地相機 上次我買電話加尿袋 已經賺了一大筆 這次這個714黃金周更厲害 嘩 這條數真是耐忌 香港真是遍地機遇 滿地都是黃金 最重要就是拿著相機 喂 香港人最厲害 最厲害 就是把所有東西 變成錢 變成相機 除了錢之外 我甚麼都不管 我只會賺錢 其實大家只要知道遊戲規則 都可以在魂魂鬼害中 轉危為機 今集有這麼多成功的個案 就正正告訴大家 甚麼 大家看到了 714黃金周 湧入大量的遊玩 和先人 是 振興了我們香港的 楊間益 靈獸集中 今集的 時事單單 就差不多了 希望還有一段時間 是